哈喽,我是蛋糕师小贤贤 我是一个小矮子 前两天跟空去买家里边的一个灯具 我站在外面没进去 回到的路上他告诉我 店里老板在议论我的身高 他指了指外边的我说那么小直 然后指了指他说你那么大个 然后后边就只有笑了 后边的话就没有说出来 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了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过的 和小矮子谈恋爱的时候 在热恋期都会叫小可爱呀小宝贝呀 分了手了之后就是矮冬瓜 就包括今天我们一块去吃午饭 坤很少很少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吃饭 今天算是他陪着我吃吧 在走的路上 学员自己就在后边 录我们两个的身高差 我估计他肯定晚上要发给他男朋友看 平常也天天被坤嘲笑 他总爱惹我生气 然后我有时候正在切水果 拿着刀就去追他 然后他就会大喊 幸知卡比杀人了啊 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很生气 然后还没办法反驳 网上好多高个子的小姐姐说 到底185190的高个子男生谁在谈呀 我想说 我 矮冬瓜在谈 捆站直身上 我到他肩膀头 长年养长的习惯 我抬头挺胸 他低头哈摇 冬天我这里都是雪地 他走路不是掐我脖 就是好我脖领子 所以我俩好硬的很 根本不用看脸 就能知道是我俩 再来一个表花蛋糕 一气呵成 心情疏畅 不古蛋糕配水果 顾客也是会选途的 就是不是草莓技 搭配青梯有点违和了 但是我找不到其他水果搭配了 我的脸一如从前 愿我会扎火箭 带你到天空去 在太空中两人住 我都一千岁 都一半松坠 有你在生命的乐趣 共你松松对 好的最好的意 地龙天邦都很闲 就算翻风飘 只随体到你 只见阳光浅我你 下午没有蛋糕了 就来做个桃酥吃吧 这个配方还是雪原给我的呢 还是用白翠的这个 百元级别的熟食机来打 它总共有三个桃 上一次是打了奶油 非常的细腻 然后这一次用半馅的这个桃 来打桃酥 机器依然特别的稳当 噪音也不算大 而且才几百块钱 家庭版的或者做私房的 完全可以闭眼入啊 我这个是黄油版的配方 所以烤出来的裂纹不是很明显 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圆形 如果用猪油版的配方 烤出来就会有裂纹 而且裂纹会比较漂亮一些 也分布的比较均匀 猪油版的也很好吃 会特别香 比黄油的还要香 最后还有个版本 就是用色拉油 这种液态油打出来的 这个就膨胀的比较厉害了 然后裂的纹路也很明显 个人感觉不是很好看 而且味道也油红红的 肯定没有黄油 还有猪油版的好吃 出炉了满屋飘香啊 酥酥脆脆 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剩下打包给邻居尝尝 最后玩下设计下班 词词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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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